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要操作打蛋機的時候把桶子放進這個鍋槽裡面 然後將這個卡榫固定固定 轉過來固定 然後打蛋機的部分順時封向右轉 然後這個齒輪要注意要吻合要密合 這樣就可以開電使用了 一的話是我們的快速 二是我們的慢速 然後返回到零的話就停止了 那就可以了 然後再去四個字幕 然後再走 來做 und看 好嗎 呢 很多人